自己買珠寶 呃... 我覺得是看我怎麼樣喬莉名目給我自己 如果我的名目立得比較大一點的話 可能那個預算就會稍微高一點 聽到那個價錢就覺得哇 因為就像我身上這一套就是大概是三億多 這一個十二卡...十二卡...十二卡...十二克拉的戒指就已經是一億多了 所以...呃...就是以純欣賞的角度來看就好 最近女演員林心如在出席新劇《華登初上》時被記者問到 對於好姐妹大S是否能感同身受 不得不說這個記者的問題也是很搞笑了 林心如被問到這個問題呢也是明顯愣了一下 然後笑著說道我為什麼要感同身受啊 我的婚姻還沒怎麼樣啊 雖然只是簡簡單單的一句回答 但是也可以看得出來林心如並不想為好姐妹說什麼 只想和大家一樣做個普普通通的吃瓜群眾 之前好朋友大S也許就是他宣布那個離婚正式的消息 之前有訪過嗎 不知道咧 我也跟你們一樣今天看新聞才知道 覺得我們都是要好好的珍惜當下活在當下 之前去參加他們十多年的那個慶祝的時候還沒有知道 要不要問華登的事情啊 一直問我別人家的事我都不好意思知道 不知道怎麼回答 要知道這幾年林心如已經成功 從一個藝人轉型到幕後老闆了 手上的藝人和資源更是很多 不然又怎麼會輕易拿下國名上仙霍建華呢 自2016年結婚生下愛情捷径小孩屯 林心如和霍建華這對低調的明星夫婦 不僅很少曝光女兒小孩屯的真容 連夫婦同框的機會都不多 關於兩個人離婚的傳聞層出不窮 好在林心如用實際行動 證明了與霍建華的感情很好 不僅沒有離婚一家三口啊 生活得很幸福 林心如自從擁有了女兒小孩屯之後 就會在媒體上分享自己和女兒之間的趣事 當然呢也會有讓她吃醋的時候 那就是老公霍建華擁有了這麼一個寶貝女兒之後 她的家庭地位明顯下降了 也是很愛笑也是很開朗 然後還有一點她就是 她也是屬於那種很執著的 就是她要做一件事情 她就一定要把它做好 比如說她弄得剛剛好 剛在學扣扣子啊拉拉鍊 她就自己在那邊一直弄 我們幫她她都不要 她一定要她自己把它弄到好之後 她才要出門 今日媒體朋友派示到了霍建華 帶著女兒一起參加某小朋友的生日聚會 在聚會上面 媒體朋友終於見到了小海豚 雖然媒體並沒有放出小海豚的真面照片 這是出於保護小朋友的隱私 但從側面照片來看 小海豚已經長高了不少 剛過完三歲生日不久的她 穿著一套粉色的公主裙 和媽媽林心如真的是一模一樣 而此事的霍建華呢也是一臉的甜相 一邊在笑著說話 那一隻手呢則細心的呵護著寶貝女兒 也超有愛的把女兒 往自己的大腿處貼得更緊了 日常互動 就知道霍建華有多寵愛小海豚了 也難怪林心如會在媒體面前 吐槽自己的家庭地位低了 華爾公霍建華和寶貝女兒成了 第一軍團之中的人物 所以自己呢也只有是排名第三了 早在小海豚兩歲多的時候 其實台北媒體也拍攝到了 霍建華帶著女兒一起外出就餐的場景 當時的小海豚呢 擁抱著父親的脖子 然後霍建華也是親吻著寶貝女兒 一臉的寵溺 林心如還表示 雖然女兒有時候會黏著自己 但有時候呢也會非常喜歡爸爸 有一次帶著她出去玩的時候 夏海豚走了很久想要爸爸抱 可林心如看著老公拿著好多東西 就主動說要抱女兒 可是夏海豚呢不願意了 乃生乃氣的沖著媽媽胸道 我就要你老公抱 那林心如被女兒嫌棄的有些哭笑不得 而一旁霍建華的反應簡直太高笑了 大家都知道霍建華是一個女兒奴 在剛知道老婆懷孕的時候 就非常肯定的說是女兒 所以她當時的反應啊非常開心 然後一邊抱起女兒 一邊對著林心如做出得意洋洋的表情 就是很放鬆很刺激 然後每次說乖乖乖來 乖乖叫我女兒嘛 來一下嘛 我不要 然後她在玩她自己 拜托你啊 你過來看我一下好不好 就叫她過來陪她看電視什麼的 然後我就笑 我說誒霍建華 你這樣求你女兒我好想笑 沒想到老幹部霍建華也有這麼調皮的一面 看完你喜歡霍建華和林心如這一家子嗎 歡迎來留言喔 40歲才生她嘛 然後她現在5歲 我每次都想說 天啊她20我都60了 我想想到我就覺得 就是那種小心酸的感覺 你是喜歡小孩的 然後你是渴望婚姻的 然後如果遇到合適的人 真的我覺得就不要脫